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想你失去什么 而是要想你还拥有什么 只要给自己机会 就有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是十字的形状 你就摆正就好了 第二片再交叉 重叠 再叠上 叠四片 第五片穿到第一片 这个洞出来 穿到第二片下面 旁边那个洞出来 我们喷一下水 让它比较软 中间隔两片 然后弯下来 把它拉出来就OK了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比较乡村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到外面 有看到山河院 那是一些农具 有关族艺品的部分 觉得很漂亮 然后很喜欢橡谷 对 喜欢做比较像三四级年代 那种 那我就看到一些组艺品 像 像以前的 农夫的那个缩衣 还有 他们在农忙的时候 有那个粉器 那个也是用组编编的 然后我就 觉得那很漂亮 很喜欢 那我就在这中间 就从高中时代 就慢慢去收集一些东西 一开始我会做山河院 一开始就是 对竹子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想说 之前有看到人家 有相关做竹签方面的组合 那我就想 好我自己也去买一包竹签 然后来做一间 小小间的房子试试看 在做这间房子的时候 就也是遇到很多种困难 那我在 例如说 我在刮那个竹管的时候 我是靠脚也是压着 然后有时候也是都 这个膝盖啊 不管是竹子 还是小刀都得伤 手也是 可是我就是 一心一想 想要完成 因为我想说 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去完成我一件东西 那我一定是想要 我一定会得到 我心里的二小匹 在我身边 我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您看 我心里有什么 这是我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小文的同學 當時是跟徐老師學族編 他後來自己發現 對這個族編有興趣 後來他們結訓之後 他就跟徐老師說 要到哪個地方去學這個族編 徐老師就把他介紹到傳遞中心去 開始上課我才發現 他的手不是雙手都很明火 後來我結訓 我跟小文的爸爸媽媽說 還是你自己勸他比較好 我自己去拒絕他 或傷到他的心 我就跟他爸爸說 能不能去學畫畫 可能他單手比較方便 或者他是沒有改變他的興趣 就一直學下去 在校族內在PE 他又用種種方法來完成他的作品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一個同學 能夠扣一切 因為我們雙手做有時候都有困難 他能夠一單手來做就會很佩服他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這樣引起下來 學到現在還是做出來的東西 不失一般的人 要這樣不太平 我要做一切耐平的東西 這麼… 要這樣不太平 就是要先自己取材啊 就是哪一根 準備一隻廚師嘛 然後就要先把竹節的部分先刮掉 刮平 然後不邊才好邊 那我們就整次竹管來對半劈 把它劈成一半之後 再來用刀子劈 劈刀把你想要編的東西 要編什麼東西的規格和寬度 先大約定寬一下 對半劈 尾桌會靠嘴巴來把它慢慢的 用一隻手 然後靠嘴巴來把它慢慢的撕保 每一片的厚薄度都給它拉 拉的一樣厚薄度 這樣我們編起來的東西 它不會暴凸 不平 比較精緻 比較刮膩這樣子 窮吻他從小 從小就是因為某些原因 然後造成他腦麻這個疾病 一直到長大 想說不要給他有太大的壓力 或者是說自卑什麼 所以說我從小就一直都把它帶 往外面跑 有一次我們就接觸到這個客家歌唱班 在大學裡面他也有開了一個 一個歌唱社 歌唱班 教這個客家歌 一直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又接觸到說 這個對竹編又有興趣 我本身也下去學 學這個竹編 因為有些事情 有些地方 他一隻手完全沒辦法來做 所以說我也幫著他部分的工作來做 我們做父母親的人 也是對他也很感動 希望他也能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用功 繼續往這一條路的走下去 像我來說我還有右手啊 雖然左手比較不能自自由活動 可是我還有右手還可以做 雖然比較行動上比較不方便 可是我能夠花更多的時間去做一件事情 我還有右手還有腳可以利用這樣子 所以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對 當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嘗試看看 不要一開始就否定自己 可以開一間自己的工作室啊 能夠跟有興趣的人 可以分享一起分享一起學習 然後把這個竹篇繼續傳承下去 好花開來 翹花哪里夢 他過來 想我 心想龍山峰 一上來 愛 愛 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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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愛 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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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